副總統怎麼看川普說 台灣要付美國保護費 出席創新論壇 副總統蕭美琴 對敏感問題沒多回應 但會這麼問是因為 前美國總統川普 接受外媒專訪 拋出對台政策新主張 特別提到台灣 從美國拿走晶片業務 更說台灣非常有錢 想要美國的保護 台灣必須有所付出 這保護費說的也被外界解讀 難道是希望台灣 把尖端研發技術 移往美國嗎 我們在製造這個 尖端的晶片方面的技術 是遙遙領先的 那我知道這些的廠商 也非常的對台灣 有相當多的這種 關注跟愛心 他們會把研發留在台灣 我們政府也希望 他們把研發留在台灣 出於經濟上不滿 對捍衛台灣 免受中國侵略承諾 似乎也有所調整 川普明確表示 儘管台灣獲得跨黨派支持 但對於抵抗中共入侵台灣 他本人沒什麼熱情 雙方之間過去友好的關係 我們努力讓他不僅維持 而且更能夠往好的方向走 雙方之間對於台海印太地區 共同的責任 我們願意付出更多的責任 對川普說法卓奎只能尊重 提升我國國防才是重中之重 不過川普若當選是否意味 可能撼動美國對台承諾 在對外的政策上他希望以美國利益為優先 但實際上拜登在過去四年當中 其實也給美國建立一套國際的一些機制 川普遇襲成為美國大選變數 對台的一言一行都可能牽動未來美中台關係角力 TVB的新聞李廣誠 請台北通報道 印刷機在白色T恤上印著川普遇刺後握拳的經典畫面 這是中國大陸廣東一家成衣工廠 它一定是個爆款 它的粉絲確實夠多 然後我覺得比那些所謂的明星要夠 可能頂個百倍吧 中國大陸的電商服飾老闆大讚川普真的有流量 比明星藝人更有吸引力 除了服飾售價約台幣40多到100多 還有川普的周邊商品 價格落在近台幣300到1300不等 新鮮事物比較好奇的一些年輕人吧 就可能也有一些喜歡玩耿的年輕人 他們可能會買得多一點 但是新鮮熱度沒幾天 根據BBC報導 這些川普槍擊T已在中國電商下架 原因不明 BBC指出中國網路控制嚴格 只要被認為涉及敏感內容 很容易被刪除封禁 還有電商認為中國大陸經濟衰退 社會力氣重恐怕讓社會動盪風險大增 所以他選舉贏的概率就會變得很大嗎 川普一言一行 受到中國大陸民眾高度關注 BBC點出一些中國民族主義者 還暱稱川普是川建國 暗指川普任內跟盟友國家決裂 反而有利中國崛起 我們一向反對美國大選拿中國說事 如果川普重返白宮並若是他曾說過 對中國進口商品課徵60%以上的重稅 瑞銀分析將導致中國的經濟成長率減半 可能減少2.5個百分點 以及人民幣貶值5%到10% 今天頭條關注的就是美國前總統川普在槍擊案之後 正式的公開露面就在共和黨全國黨代表大會 總共會開到週四今天是第一天 而現場的氣氛呢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報導是形容 是情緒呢非常的激憤 但是這個激昂高亢的情緒都是參加這個黨代表大會的所有黨員代表 而不是川普 川普在他們的報導當中被形容為相對的內斂許多 今天第一天的亮點 除了川普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全美熱烈討論的 川普終於宣布跟他搭檔競選的副總統候選人了 並不是參議員盧比歐 獲選的是才39歲的俄亥俄州參議員叫范斯 我們認識他一下 他高中畢業之後就加入了海軍陸戰隊服役四年 還參加過伊拉克戰爭 他是退役之後呢 才進入厄亥俄的州立大學 之後他是耶魯大學的法學院畢業 他出身非常的貧窮 那麼他寫了一個自傳叫做绝望者之歌 這是個暢銷回憶錄 描述厄亥俄州鄉下面對的問題 以及工人階級 這整個環境 他的牧師所見和經歷 後來呢 這個自傳還拍成電影 之後他在PayPal共同創辦人 提爾旗下的一家公司擔任負責人 也共同成立了一家創投公司 比較特別的是2016年的時候 范斯曾經罵川普 說他是美國的希特勒 而2022年 他是在川普的支持下 當選了參議員 從那個時候開始 這兩年他都是川普的堅定盟友 這個藍領出身的副總統搭檔 獲得了川普的青睞 一般的看法是川普是希望由他 喚起這些搖擺州 特別是鐵鏽地帶這些州 工人階級的強烈共鳴 兩天前險遭暗殺的美國前總統川普 周一右耳貼上厚白紗布 現身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 速度高舉他招牌的握拳手勢 口中輕喊謝謝 這是他遭槍擊後 首度公開露面 立刻讓全場共和黨人情緒沸騰 川普隨後步入包廂 跟他剛宣布的副手 惡害二州參議員范斯站在一起 接受群眾鼓掌歡呼 成為共和黨全代會第一天最大亮點 2024共和黨全代會 在威斯康辛州最大城密爾瓦基舉行 川普預定週四正式接受黨提名 並發表演說 不過周一川普就給了大家一個大驚喜 在他的社群上宣布 經過常考 他決定了最適合擔任美國副總統的人 39歲的范斯隨即跟他印度裔的太太現身會場 接受共和黨正式提名 不過范斯過去曾大力批評川普 八年前公開稱這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白痴 是群眾的淚鴉片 私下更把他比為美國的希特勒 但兩年前范斯要進軍國會時 就從自稱絕不支持川普的人 搖身一變成為堅定的川普忠誠者 遭外界評為投機主義 出生於惡害二州南部貧困家庭的范斯 在美國海軍陸戰隊服役後 就讀耶魯法學院 之後在舊金山任創投家 不過讓他聲明大造的 是他2016年出版的暢銷回憶錄《絕望者》之歌 還被改編為同名電影 探討家鄉面臨的社會經濟問題 也試圖解讀川普在貧窮美國白人間的高人氣 專家指出找范斯當副手 將有助川普推倒欄牆 拿下鐵鏽地帶勞工階級的票 周一的全代會就讓六名市井小民上台發言 強調通膨對中低收入家庭的影響 而范斯從窮人躍升美國副總統候選人 無疑成為另類的美國夢代言人 儘管他的保守觀點可能讓中間選民卻步 但這場選舉其實是有幾個搖擺州的選民決定 包括臨近厄駭的賓州和密西根 在民主黨對手深陷煥敗聲浪 川普幸運逃過暗殺後 共和黨上下瀰漫勝選氣氛 黨代表票最後一里路 也由川普家鄉佛州達到門檻 相對共和黨一片歡樂 美國總統拜登接受NBC新聞主播霍特專訪時 依然在為自己的市任性奮戰 另外拜登也表示自己私下跟金主說 要把川普放在靶心是用詞錯誤 選情直線上升的川普同天還有個利多 就是他任命的佛州法官 駁回他現任後持有機密文件的刑事案 裁定特別檢察官史密斯的任命不合法 無權提起訴訟 是川普一大司法勝利 川普也趁機呼籲駁回所有針對他的刑事案件 美國司法部則表示將提出上訴 TV新聞綜合報導 其實因為美國總統大選就要舉行的這樣的時刻 已經選情非常的詭譎 而川普卻在這個時候 賓州大概傍晚6點15分左右的時間遭到槍擊 而槍擊之後川普的反應讓他的支持者整個非常的 這個群情奮 這個振奮吧 因為第一時間他是站起來 正被高呼 雖然旁邊的情治人員都希望趕快撲低 安全為上 但他堅持要大家等一等 他要跟全眾告訴大家 他很安全 他正被疾呼 而這張照片是什麼 這張照片是美聯社記者拍到了 網路上熱議這張照片說天哪 背後還有美國國旗飄揚 然後鮮血淋漓 旁邊的維安人員好像是被他保護一樣 這張被鎮臂高呼之後討論的各種耳朵沾血 所有電影情結最高的英雄元素構圖幾分 有沒有機會得普利茲獎 這張一定得獎寫入歷史經典照片呢 現在在網路上除了熱議之外 更我們看下一張戲劇變成一張T恤 當然這是美聯社的記者的版權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夠變成T恤來賣 但無論如何 這已經變成了這一次川普中槍之後的形象照 現在大家在討論 美國選舉是不是結束了呢 拜登緊急停止所有的行程回白宮坐鎮 他也慰問也關心 但接下來選情的發展如何 看看這則報導 在特勤人員的包圍下 川普儘管右耳流血仍然高舉右手拳頭 嘴裡喊著戰鬥表達他堅定的決心 讓慌亂中的現場群眾響起歡呼聲 就是這一幕讓日前才低調捐贈巨款 給川普的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立刻在X發文表態 寫下我全力支持總統川普希望他儘快恢復 隨後馬斯克也不停發文譴責 特勤局和安全部隊居然讓這樣的意外發生 不僅如此川普傷勢無大礙之後 立刻與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發出共同聲明 表示期待出席下星期四的全國黨代表大會 到時候川普將正式被提名為總統候選人 而這期美國近43年來的第一起政治槍擊案 也震驚美國政壇 副總統賀錦麗表示看到川普沒有受傷 鬆一口氣 並譴責這是一起毫無意義的槍擊事件 前總統歐巴馬則表示 雖然還不清楚究竟發生什麼事 但是民主制度絕對不允許政治暴力 另外前任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可錫 和現任議長強森也都同聲譴責 川普可能的副手盧比歐與范斯 也以天佑川普發文 並為受傷民眾的復原祈禱 在這起害人聽聞的槍擊案發生後 紐約川普大陸的門口已經可以看到 警察與警犬戒備加強維安 為的就是要避免類似情況再度上演 TVN新聞綜合報導 對選情影響如何 大家可以想像是多麼的嚴重 當然剛剛在整個最新消息裡頭 包括共和黨 他也發了譴責 他居然是說他攻擊 抨擊拜登不斷的在各種造勢場合 煽動暴力 是沒錯 這一次美國選舉不但是煽動暴力 而且針對候選人的直接的人身攻擊 也是我覺得是空前的 我看過很多屆的美國總統的大選 基本上把這個選民雙方陣營的敵對意識 痛恨另外一方的對手的這種 這種仇恨感煽動到這麼高的程度 我是第一次看到 比如說拜登自己本身也是 他稱川普就說This guy 他是從頭到尾 全篇講的都是混員 謊言 他在埋葬美國的民主 如何如何的 川普講拜登也一樣 他說美國所有最壞 最壞的總統 最爛的總統 十個最爛總統加起來 沒有他一個人爛 他是一個什麼狡猾 是一個怎麼樣 把美國的民主毀壞的人 他已經把美國影像第三次世界大戰 他是瞌睡蟲 他是什麼 是一個狡猾鬼 是一個很邪惡的 大家都已經用盡了這些 跟對方 把對方怎麼樣 怎麼講 就是完全污名化的這個角度 而且很針對個人 美國社會也面臨一個發展 社會發展的一個臨界點 就變成就是說 他們對於現存的 比如說這個種族之間的關係 現存的社會財富 社會這種資源 福利的資源的享用 他已經美國基本社會上 對這些問題都很兩極化 對立 對立了 然後這個雙方都各有自己的怎麼樣 極端主義的 比如說這個就跟當時這個烏克蘭 他有他的什麼 亞素營對不對 有些國家有他的極右的 天天在自己國內找第五重隊的這種 拿出來把第五重隊拿出來修理的 奇怪 我就想是不是我們台灣有一個組織 也比較像 天天在找說 問題就出在內部 這些台灣有10%的人有問題 這些人都是怎麼講的 很激烈的 過去美國總統的時候 上一次辯論的時候 拜登有特別指出川普陣營 有所謂的這個驕傲男孩 這一類什麼 極右的 好戰的 這些怎麼樣 這些什麼 危險的 這些暴力分子 是 那這一次如果說 川普是被受害者的話 那是不是也證明就是說 反對川普的 也有使用暴力的這種傾向 或者是說 已經有使用暴力的現實 所以我覺得美國這個社會 所以今天會發生這個事情 其實你不能不說 他這個選舉 這兩雄對決 彼此間把這個選戰帶到這種方向 跟這種髒度 也是造成今天這個件事爆發出來的 一個原因 不過我就說 川普命大 對不對 他只是受情傷 他如果真的出什麼 有個三長兩短的話 那美國社會現在立刻就陷入 極度的不安定 對 還好他還這個 那不過就是說 這個對美國的選舉會不會有影響 所以是會有影響的 我覺得就任何地方都會同情 然後被害者的 現在川普 他過去 同情票不會給他 因為他是個強人 可是我覺得這一槍打下來 再加上那個 剛剛講普利茲講的那張 經典照片 再加以 我剛剛看了 Wall Street Journal Fox News 還有這個好 這幾個重要性 都用那張照片做封面 你現在到網上去看 這張照片在廣為流傳 這張照片在廣為流傳的話 我覺得 電影劇照版的 劇照版 我覺得 要誰也誰不好這麼厲害的 對啊 我覺得基本上 川普的 等於說如虎添翼了 這個選舉的話 對他極為有利 那現在就看 這個目前 就是兇手的這個 本身的是什麼樣一個背景的人 他的犯案的動機 這些美國的警方 現在都還不 連這個兇手 是什麼人都不太講 外界是猜測而已 有傳聞 的確網路上有陰謀論 甚至有一度傳什麼 終極身份等等 後來警方所公佈 明明就是一個西方面孔 20歲左右的白人 賓州人士 賓州人士 可是他的細節還沒有出來 我覺得這個東西 因為他都行政體系在負責 我覺得這個中間 因為行政體系 還是民主黨在掌握 尤其FBI的頭 是民主黨的 我覺得他們還在做 最後的評估 要怎麼樣把這個 兇手的這個 整個的個人的背景 犯案的動機 犯案的方式 要怎麼樣披露出來 我覺得拜登陣營 現在正好漏夜 挑針 挑燈夜在這邊開會 我們跟華盛頓的 這個時間正好到 是 三加十二小時 我覺得 這也不能拖太久 就看這個 美國的這個行政部門 怎麼樣來公布 這個兇手的 這個身份背景 跟他犯案動機 我根據CBS最新的報導 是說川普車隊是9點30分 晚上9點30分左右 離開了巴特勒紀念醫院 離開醫院 回到了什麼地方去 原定行程 本來是要紐澤西州 現在去哪個住所 不知道 但無論如何 他接下來會準備要參加 在威斯康辛州登場的 共和黨全國大會 所以兒女 大家都紛紛的發文 感謝包括支持者 還有特勤人員的保護 這個氛圍 很多的學者 有站在分析這個事件的時候 您是不是也是想看 美國大選真的也結束了嗎 這個應該說 他當然現在變成一個 強人形象是沒有錯 而且他當下的反應 也蠻掌握到那個時間點 跟他選舉造勢 不過也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其實如果你不是嚴重受傷 你立即的表示說 I'm OK 但我會繼續的奮鬥 尤其是面對你的支持者 這也是就是說 在現在這種表演政治當中的必備 而加上這張照片的拍攝的話 當然這個對他幫助很大 同時你看另外一面 拜登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其實是個病患 然後虛弱 我覺得 這個槍擊案 其實也救了拜登 拜登也不需要再退選 真的他不需要再退選 因為一方面 其實大概這些金主跟這些議員 他的支持者也知道 其實這些民調 馬上出來的民調 我們看後面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的民調 現在正在做 但是我看到一些賭盤 因為好多個賭盤 馬上產生了蠻大的差別 因此這樣子的一個情況會是一個暫時的呢 還是說他會持續擴大 我覺得會持續的拉大距離 因為馬上15號 他這個肇事大會 而且川普會說他已經決定要去 在就是 就是Milwaukee 因為Milwaukee這個地方 Wisconsin是搖擺州 拜登略占優勢 但我覺得在6月27號的辯論之後 以及在這個槍擊案之後 7月13號槍擊案之後 其實現在大概整體而言 川普是比較領先的 那接下來金主們 大概對拜登也 這個意氣攔珊了 為什麼 因為我再捐錢給你 你也不會贏了 那可是他的這些同僚議員們 也不會這個時候再要求 像前一陣子越來越多的 民主黨的議員政治人物 開始要求拜登你要退選 因為現在都發生這種政治暴力事件 你還要求這個現任總統去退選 而他其實又情況不好的情況之下 這個更會造成民主黨內部的分裂 那反正大家心裡面都知道 這一場選舉大概已經是結束了 接下來面對的是川普 他怎麼去面對新的政府 以及對整個美國跟國際市局的影響 居然現在才7月份 11月份的選舉結果 幾乎大家都認為已經敵定了 是不是有錯 依照川普他自己 後來上市好像恢復穩定之後 發的公開的社群文 他第一個先感謝 幫助他的人現場的民眾 然後接下來更是說 不可思議怎麼會有這樣槍聲 他還原說 他聽到耳邊呼嘯而過的槍聲 然後聽到感覺到子彈撕裂我的皮膚 然後馬上知道有人搞砸了 誰搞砸不知道 但流了很多血 他厲害了 他結論是什麼 他當他立刻明白發生什麼事之後 他就說 God bless America 厲害了吧 所以就代表 他回到美國精神 像剛剛介大使講的 美國再次偉大 就是他的競選口號跟精神 代表選情真的已經敵定了 在這次的 我們回到第一章好不好 看看他真的是差一點點就要 避命這個槍枝呼嘯而過 這個這麼接近的情況之下 當川普躲過了這顆子彈之後 接下來就是告訴大家下一個命運 他如果他的反應是驚慌的或不同的狀況 大家目前所得到的資訊很有限 而且雙方意見很不一致 甚至有人說這個胸口有沒有中彈 這都還有疑慮 各種的傷勢都還不知道的時候 居然這個川普現在已經被大家認定 就是穩穩當選了 這種氣氛之下拜登好像也就 只能表示慰問 關心 也沒有辦法進一步做別的事 其實這個事情 我說第一個川普命大 因為這個子彈是針對他頭上打來的 所以他打到他耳朵 你像耳朵離再過來一公分的話 就是直接打到他頭部 不管什麼方面就頭部了 所以就是說真的是命大 就是命拳一線之間 第二個你就說 其實你可以看出來 其實川普第一個 他發覺他耳朵上有被 他說有被穿過的那個感覺 就是刺耳洞一樣 那個piercing through 他講 他說這個穿越的感覺 他立刻他的反應很機敏 很快就蹲下去了 對不對 蹲下去的時候 那是連三聲槍響 接著又有兩聲槍響 那個就沒有 他已經蹲下去了 而且後勤人員都 特勤人員都已經把他撲倒了 對不對 那可是這個事情你可以看出來他整個並沒有亂 包括川普本人也沒有亂 非常冷靜 非常冷靜 也就是說他居然還在找鞋子說你們鞋子把我穿上再說 起來也說大家不要動 帶老夫跟群眾再做個手勢 然後叫大家繼續fight 這個有一點感覺 我的感覺叫臨危不亂 這個對他做一個統帥來講 是加分的 我認為是加分的 對很多人看到這一幕來是加分的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這個事情本來他就是一個受害者 對他就有利 再加上他的臨場的反應 我覺得對他的選情是加分加蠻多的 好 所以記得嗎 川普的這次的選情有一個人也幫他這個懷疑了一下 不想要幫不想要當選是誰 普欽 普欽說拜登比較好預測 他覺得拜登當選比較好 川普是不可預測的 從這一次的這個新聞事件是不是完全呈現 過去美國歷人歷來被槍擊總統不少 那也有人中槍了之後堅持90分鐘 演講完才要去送醫 但川普這次的表現 同樣的在選情產生了非常巨大的影響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主持人翟軒 馬上來歡迎一下這個階段加入我們討論來賓 國際戰略學者林玉芳 大家好 國際事務專家賴岳謙 主持人好 跟朋友大家好 德州州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翁呂中 翟軒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我們來看看這個美選是不是情勢已定 當然現在全球都在聚焦這個共和黨的全代會 也是拉高了最高層級來進行偽安 那當然少不了川普這一個握拳的動作再度現身 他這一次還是右耳包著大紗布來登上了共和黨舞台 那這幾個訊號都是讓大家提醒 不要忘記他那天的英雄表現 那的確呢支持者也非常的激動 可能把這個整個情緒全部都已經拉高起來 那我們直接來看一下這個現場群眾的畫面 他們高喊USA USA 我們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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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情绪真的是拉到了最高 我们看这个现场包含了 还有音乐声 以及这个川普英雄般的入场 用这种缓慢的速度 然后再配上他这个红色的领带 象征着他的这个胜利的手势 而且他的幼儿也是包着纱布入场 所以这个他现身的途中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画面上面 沿途接受了支持者的欢呼 那我们看了这个气氛 都有点要起鸡皮疙瘩 就是他很会营造这样的一个 巨星降临般的一个场面 所以我们看到他去到了 这个威斯康辛州的密尔瓦基 出席这个共和党的全代会 那他在私人飞机上面 甚至接受纽约邮报的专访时 就讲说我其实应该不是出现在这里 应该已经死了 他真的是很懂得说这一个 这个怎么样来抓人眼球 知道说现在大家最在意他的点 就是说他其实跟死神擦身而过 而且现在共和党也在行诉 他是上帝这个天选之人 这样的一个氛围 他真的是从这个鬼门关前 这样子走了一招 那当然现在要转换为他的这个支持度 我们先来看看大家都在还原说 的确川普在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危机情况下 展现出来就一般人可能很难展现出的这种淡定 因为他过去也是这个军校背景出来的 是不是对于遇到这种危难情况的时候 更能够临危不乱 所以才让他这一举声势 不论是不是原本他的支持者 很多人都因着他这样的一个英雄形象 开始好像觉得说 对他的好感度大增了 那我们来看看川普回忆他这个重担的状况 他说我知道全世界都在看 所以我们就来还原那个关键的那个时间点 我们来看看这段画面 好我们看到这个川普其实他在这个演讲的时候呢 就突然传出了这个枪响 那他即刻反映出来就是蹲下来 然后特警就是立刻上来护驾 这样短短的56秒时间 他立刻做了一个判断 他说知道全世界都在看 所以马上站起来之后 比出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握拳手势 而且就讲说让我穿鞋子 对着这个群众 他这个非常关键的两个动作 一个就是他说要穿上鞋子走 那第二个动作就是对着群众 要安抚所有人的情绪 还说fight fight fight 所以他说当他意识到重担的时候 看向群众那个瞬间 那一刻来自群众的力量 他们就站在那边 很难形容是什么样的感觉 但是我知道历史都在看 我知道全世界都在看 历史上面会有所评判 所以他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展现 那不过今天也有看到相关的报道 就是说他其实鞋子并没有真的穿上 但是他在那一个当下还是决定说 我要先找鞋子然后来离开 它是一个展现出从容 那鞋子留下来也被人家后来解读说 我就算就是这个鞋子留在现场 也展现出来一种就是 我人还在那边 我也没有离开 所以现在其实有很多这个媒体上面 就对他每一个动作开始做一些 衍生的一些解读意义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危机 他其实处理得非常的好 那再来川普呢 在后续的出席这个全代会的时候 有人讲说川普很懂得 在这个时间点来扭转他过去的一些形象 因为过去他其实讲到了什么检察官 讲到了一些公务人员 都是口无遮拦的 但是他却选择在他身世现在 在处理的最好的这个情况下 他没有去责怪FBI 他说他感谢特勤局 而且感谢所有的执法人员 让人家感觉说这个川普 进退得以 好像展现出一个领袖该有的高度 所以他在这几波这个危机应对 或者是后续处理上面 每一个都是有加到分数 让他一举身是现在拉的这个打的民主党 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样还手才好 那我们另外看看现在全球 当然对这个事情特别敏感 竟然呢 辛普森家庭又神预言了这件事情吗 原定在14号在英国的第四频道 要播出的这个辛普森家庭的最新一集 有这么巧合的一个场景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 这样子一个造势活动 但是旁边的高楼顶楼上面竟然出现了一个狙击手 那他们就赶紧停播 就是这个事情 就是说不要衍生出任何后续的其他这个之为末节的一些 衍生问题 所以赶快停播了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他昨天川普 当然大家聚焦一件事情 就是他宣布了他的副手 正在气势高昂之际 又宣布了一个副手 而且这个副手本身也是一个 等于说学历也好 背景也好 都是非常替他加分的一个角色 又是一个年轻的成功者 因为他39岁 现在才39岁 但他过去的一个著名的著作 绝望者之歌 讲述一个白人 可能是在过去比较低阶层的家庭里面 怎么样这个逆转胜的这种状况 那我们看看他这样成为了副手之后 他补足了年轻这个区块 而且他自己也是海军陆战队 服役了四年军事的背景 再加上他是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的 也是高学历 他过去曾经是反川普 但是后来变成了支持川普 他说他不是顿悟 而是他逐渐意识到 他对于川普的反对 是因为风格而不是实质 所以他变成去转而支持了川普 那当然现在最支持川普的人 就是这个Tesla的马斯克 他甚至在X上面发文说 胜利之声已经响起了 那你看看这个拜登立刻跑出来又呛人了 他才停了一天说 现在这个要团结的时刻 马上又忍不住跳出来 在批评他的这个副手说 根本就是川普的复制人 不过川普真的是很会运用说 现在大家喜欢他这样的一个强人形象 英雄形象 他们的团队在48个小时之内 立刻就用这一张照片 经典照 这个PO上了网站 然后可能做成一些相关周边商品 吸引大家来捐款 展现出商人的本色 当然强化这个印象也是要对比 这个瞌睡桥的这个印象 可能可以展现出来 拉开更大的差距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文件门就是让这个川普 可能又更松一口气 因为现在拆讨死结 马上又获得了重大胜利 文件门现在起诉也遭到了驳回 那反观拜登 他好像变成要去蹭川普了 他现在讲的一些话就是说 我才比川普大三岁 我没有很老 你看川普这样反应 我也才跟他差没多少 他说他会参选到底 然后再来他就说 我也很担心川普 我还跟吉尔为他祷告 甚至现在也不得不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 就说我前几天讲说 要把川普放在把心 这个说法是个错误的 也得要出来认错了 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 给我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翁P 是 我们其实看到了 政治传播学的一个 范本级的教材 事实上川普在遭受到 攻击之后 他在手势上 他在言论上 他在他的表现 甚至刚刚翟雪你分享的 他在预袭之前 可能还是比较强势的 在去做对手的批判 可是预袭之后 他非常清楚的知道 他自己已经站在 顺丰的一方 整个气势是领先的 马上就开始扭转 马上就展现他的高度 强调的是 现在美国要团结 所以我们说 在政治传播学上 这是一个范例级的教材 那也不得不说 不管你喜欢川普 还是不喜欢川普 他的表现 确实有一点点异于常人 因为在重弹之后 马上有这种沉着冷静 也许刚刚你提到了 他的军校的教育 是有一点关系的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川普 其实今天最大的新闻 是川普选了副手 这个副手又再次的 可以说是痛极了 拜登的痛点 也就是年纪 因为川普强调的是 我的副手选39岁的 J.D. Vance 这个J.D. Vance在美国 事实上他有一定的声望 尤其是在所谓的Mega 或者是共和党的 传统的支持者当中 有非常强的凝聚力 为什么 因为他呈现 第一个是他年轻 第二个是 他是来自于非常平凡的 可以说是底层的家庭 他的书就是告诉你说 我们来自于底层社会的白人 或者以前曾经有人说这种 Rain Neck的 这种Class的白人 他是可以翻身的 最后到了耶鲁法学院 加入了军队 到了耶鲁法学院 这是个完美的范例 就是力争上有的范例 川普选的这个人 告诉他说 我们交棒给的人 跟你拜登选的交棒者 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尤其是代表的是 所谓的美国的白人的族群 当然这样的操作 它某种程度反映出来 美国的白人的焦虑感 或者是说整个共和党 必须要集结 可是以现在整体的气氛 我们必须说 拜登现在是处于一个 极为劣势的一个状况 整个氛围让拜登 要去做批判 好像人家觉得不够厚道 可是不批判 电视上面天天看到的 都是关于川普的 你刚刚看到的这种新闻 就算不是支持川普的媒体 他报导的新闻 也是帮川普加分 毕竟受伤 手势 现场的气氛 所以拜登也不得不 现在就开始进行一些批判 但是反映出来的 就是现在整体的 美国的大选 确实短期之内 就已经出现了这种 好像大选结局已定 但是我们必须要说 毕竟现在是7月份 距离最后的选举 大概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来做一些努力 拜登自己也是现任的总统 所以这个努力的过程 他可能可以丢出一些政策牛肉 或者是操作一些议题 不是完全的没有机会 只是现在的气氛看起来 拜登是列于 居于下风 这是肯定的 那当然后续会不会扭转 我们还有待观察 好 我们来请教赖老师 川普在面临个人生死的 考验的时候 他的整个处理堪称完美 我们可以这么说 因为你想想看 当我们受到这么撞枪击 情况不明 枪手到底是一个人还两个人 还是系统性的 没有人知道 这么短的时间内 他要做这么多的反应 然后还要很从容的 去关注到他自己的鞋子 因为他不想变成一个狼狈 逃走 或是被撤离 或是被拖着走的 这样的一种电影画面 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的电影 在描写总统被 美国电影 在描写他们的总统 遭受到暗杀的时候 他们通常都是特型的人 这样抱着这样子 连本带路这样拖着走 很狼狈的样子 可是川普在整个电视的实境 这是实境秀 他的画面中是完全没有 电影制造的 那样的狼狈的一个画面 没有 反而是从容 一步一步来 然后还要在鼓舞民众的士气 然后你看民众的士气 就被他三个字 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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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整个都站起来了 然后他们把这种爱国心 或是把他们的气势都拉起来 这不容易 真的是完美 接着他马上做了一件事 就是各地方都开始 一定会有很多的检讨 批评特勤单位 FBI的问题 他反而帮他们讲话 那显得他本身 并没有去追究他们 那你在想 他也知道很多人 对于他也好 或是对于拜登也好 都是很厌恶的 厌恶感是很强的 可是你看他在面临 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他马上要想办法降低 那么厌恶他的人的仇恨值 所以他要拉高 大家对他的好感 对 所以很明显的 当他具备有很多的优势的时候 他已经知道 他在提名副手 虽然早就定案了 但是他已经更强而有力了 因为过去共和党的 很多的大佬 强烈的建议 要不就是提名少数民族 就是其他的有色人种 他拒绝了 有人提名他应该找女性 海力他也拒绝了 而他选择的是一个底层 而且是家庭破碎 而且妈妈本身还是一个吸毒者 家里环境非常恶劣 最底层的那个白人 然后他奋斗的 成功的这个人的案例 这个范思来担任他的副手 他显得他更有自信 因为这个范思的本身的支持者 跟他是几乎是重叠了 所以不会帮他争取更多的 有色人种的票 也不会帮他争取更多的妇女的票 因为他们两个太重叠了 可是川普还是决定他 然后在今天的共和党 把他拉出来的时候 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很清楚的 知道一件事 就是川普展现出来的是 我目前占有很大的优势 这个对于整个共和党的士气来讲 是非常的好的帮助 尤其是刚好就在 共和党的全国党代表大会 的选举的这个四天的议程 我觉得他们 他真的是把自己 把他的整个选举 玩到最高点了 好 请教育方哥 这次的选举 就是高潮迭起了 这个几个月前你看 川普整个是陷进在 好多件的官司里面 所以你看到他都在法庭里面 或是法庭外面 那大家就想说 光是官司就把你困住了 你还选什么呢 可是接着就是 CNN办的那场总统辩论 这个拜登让大家非常的失望 怎么会表现得这么差 所以大家真的怀疑他 是不是生病了这样 但是即使这个辩论的时候 这个拜登受到重创 可是过了几天 慢慢大家冷静下来的时候 去做的民调你去看 他们俩还是非常接近 川普赢 大概就赢个两个百分点 到三个百分点 在有些的所谓的battleground 在大家相识不下的那些州 事实上拜登的支持度 还以略为上升 可是接着就出现这个枪击 这个枪击怎么这样讲 就是说政治 这充满着不可预测的这种因素 这里面最重要大概就是 审守扮演的角色 你想想看 他耳朵这个地方 大概这个上耳垂这个地方 这不叫耳垂 我说不知道应该怎么讲 显然是有穿过去的 因为我看到英文用 那是Piers 那就穿越了 穿透过了 你想想他只要再插个两公分 就进脑袋了 那川普就真的不见了 所以对他来讲 这真的是很凶险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们讲危机危机 就是危险加机会 他出现了危险 可是他马上把这个危险 变成一个机会 你看像一般人来讲 你怎么还会想到这个时候 要去fight fight fight 因为美国很吃这一套 美国是非常崇拜英雄的 所以川普就是表现出 他就是个硬汉 他是绝对不会低头 不会妥协的 所以他这个表现 对他来讲是 是马上就让他加分 而且加了很多的分 可是他的那个小组 策略小组 他们也是很厉害 马上就调整这个 本来这个全国代表大会里面 共和党的 相信这里面很多是要攻击 先任者 就是拜登的政绩 他个人 因为他的身体等等 马上全部拿掉 就不再批判了 他现在讲的反正是要团结 就是要团结这样子 所以他厉害 他的显然他的团队 也是很灵活 他挑了这个人 其实很多人是猜不到 他为什么会挑一个Vance出来 因为前面那个叫Pence 这个叫Vance 蛮有意思的 都是S做结尾的 可是他就挑他 我想这个也是证明 川普跟他的团队还是厉害 因为这个人40岁 刚好40岁 所以你挑他 第一个年轻人票就进来了 第二个他们两位也讲过 他小时候真的很可怜 他的妈妈连改嫁三次 是第三个丈夫才是收 就等于是收留了他这样子 Adopt他 就变成他继父这样子 他就是家里真的很全穷 妈妈又不断的 吸毒戒毒 吸毒戒毒 所以你就可以做那种 在那种环境长大 幸好他的外祖父外祖母 其实帮了他很多的忙 所以他后来他去念了军校 去当了军兰 而且是陆战队 是美国人很敬佩的兵种 而且还派到伊拉克去 这么危险的一个地方去 所以他变成他的副手 也是有英雄这样的色彩 然后念了耶鲁 还不要紧 是耶鲁法学期刊的编辑 这是很不容易 克林顿当过类似的这个角色 不是克林顿 这个欧巴马 在念大学的时候 所以他挑这个人 我就认为他是挑的很不错 当然严格讲 从今天算起来 你投票那天还差多少 三个月又19天 用美国时间来算的话 刚好三个月又19天 上帝创造这个地球 只用了六天而已 第七天他就休息了 所以你想想看 现在还有三个月又19天 只要一件事情发生 很可能又要重新再洗牌一次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 我们还要看 但是目前只是说 到目前显然川普是反败为胜 但是他的气势 可不可以维持这么久 因为他也实在有很多的缺点 这我们就不知道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马上回来